我是中国第一凉茶 我才是正宗宏观 你个垃圾就在雀巢 你个歹种抢我伤病 你们搞多好乱啊 我要喝百事 属喉水也喝 王老金和家 王老金和家 找到了香港王老金传人王剑怡 和内地王老金的亲爹广耀 可乐是要 凉茶也是要 王老金一定能打败可口可乐 哇靠 比我还放 那那那会放给你吧 那个商标 太懂 60万猪力每年长两成 行就签字 嘿嘿嘿 找到接盘侠落 哎 你用我做绿色盒装 你做红罐装装 各搞各的 赚了赔了该不负贷 好好好 有了商标和配方呢 陈鸿道就建立了加多宝集团 批量生产红色依拉罐罐装凉茶 不仅首创了红罐王老金 还强化了预防上火的属性 要气我 要气我 打破了鲜血凉茶之兵的属性 还打破了凉茶原有的地域局限性 凭借一个帕萨火贺王老金广告 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 还有印象的朋友举个爪 2003年 在加多宝的带领下 红罐王老金的年销售额高达6亿元 冲出了广东辐射全国 供不应求 凭借惊人的销量呢 还真成为了国内首个能够抗衡 可口可乐的凉茶饮料 真正让王老金走红全国的 是08年汶川发生地震 加多宝集团向地震灾区 捐款1亿元 社会上掀起一场真相购买 红罐王老金的热潮 请把佩服打在弹幕里 因为无论是真善良还是商业行为 你不得不服 加多宝对于王老金的品牌塑造 09年 王老金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 160亿元 碾压可口可乐 成为中国饮料的第一品牌 商标估值更是高达1080亿元 韩国人民高高细细 民族品牌当次想 好 我从小喝到大 但唯独一个人不爽 谁啊 狂药啊 作为王老金商标的亲爹 自己的亲儿子 跟养父真的噼里啪啦 你来我往亲亲我 我自己连毛都没有一根 原本呢 按照一开始签署的商标许可协议 加多宝可以属于王老金的商标 至2020年 但是 10年广告集团突然表示 诶 我不玩了 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王老金 于是一个律师函就拍在了加多宝的脸上 两家长达青年的私逼大战就此打下 我要收回王老金商标 大哥 我们有协议啊 协议吗 你挣150亿才给我500万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诶 我记得你当时说 诶 你用我做绿色盒装 你做红色盖装 各搞各的 赚了赔了 该不复得 你还敢提那个时候 婚礼我们高成300万才签到 这协议不算 呃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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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多宝也不乐意啊 你是清点过河瞎瞧 你不忍 我不义 在仲裁结果没下来之前 加多宝疯狂在王老金包装正面 映上了自己的大名 借此混淆市场 诶 这是啥呀 我是王老金他爹 哦 原来是这样 2012年仲裁委员会裁定 加多宝集团无权再使用王老金商标时 我们放弃使用王老金的Lobie Logo 你他妈那是无权使用啊 这波操作呀反将一军 成功误导了一批消费者 让大家以为王老金是老包装 起码旭尔打在弹幕里 网要也不甘示弱呀 不仅沿用了之前加多宝的红罐包装 还冒充加多宝汶川绝款 给王老吉拉人气销量 比的就是谁个无耻呗 两家打的是你死我活 谁都不放过谁 最后两家的战场升级到了电视广告各种内涵 这边说热销凉茶改名加多宝 那边说从未改名认准红罐 这边说自己的配方更正宗 那边说没人比他更懂凉茶 小时候都看烦了 最离谱的是两个人还打过同一个广告 当时看电视前一秒还是怕上火和王老吉 后一秒就变成了怕上火和加多宝 他加多宝还是王老吉啊 你搞得我好乱 网要认为加多宝多次搞暗示不厚当 会误导买家们 我告诉你毁谤啊 他毁谤我啊 他在毁谤我啊 于是乎一纸诉状 前后索赔加多宝进签案 还状告加多宝红万清权 给加多宝脸都气绿了 而不是气筋了 14年广东高院一审判决 红万凉茶装潢所有权归王老吉所有 加多宝勾成清权 需赔偿1.5亿元 加多宝被迫推出金罐装的凉茶 一边不服上诉 一边回忆往昔 诶 你用我做绿色盒装 你做红色盒装 各搞各的赚了赔了该不负责 经过几年的上诉 2017年才终于判决双方都可以使用红罐 但不能互相侵犯利益 可惜这个结果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 属于凉茶的时代已经过去 你这我打这么多年 谁都没捞着好 甚至还拿了整个行业一起陪葬 加多宝和广耀集团大打价格战时 很多小的凉茶品牌被误伤致死 我其实我是谁 我服了 尽管加多宝和王老吉都给自己安插了一个行业第一的头衔 可谁也没能再敢炒可乐 最后两败俱伤暗蓝退场 好了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给个三连吧 我是潘少美 我们下期见 凭借惊人的销料呢 还真成为了国内首个能抗衡可口可乐的羊茶饮料 羊茶饮料 你自己的感觉